2015香港小姐競選在8月30日晚圓滿結束 三甲疫塵埃落定 冠軍麥明斯、亞軍龐卓恩、貴軍郭家文 十優港姐麥明斯更包覽最上鏡小姐成為雙鳥冠軍 得獎後出勞港姐隨即為官方看物影上到凌晨2點多 喜愛夜蒲的龐卓恩忙了整天都不願意回家休息 反而非奔去蘭桂坊 那落魯懶也不一定是夜蒲 原來富爸爸龐卜林用了五位數 包了餐廳為外女慶祝 而Ada的大隻男友Soloman 當然也有到場餵飽女友 影合招時男友還很細心地將袋垃圾拿走 對於Ada未能奪冠 身為男友的Soloman會不會有點失望呢 我失望OK 他由頭到尾 Performance 都可以穿上鏡頭 穿上鏡頭 怎樣獎勵呢 怎樣獎勵呢 今晚就已經跟她拍照 這次 而另一邊商 冠軍麥明思就帶同無線攝製隊 回家拍攝慶祝情況 麥明思父母和哥哥 一早已經在樓下拍照 下車後 Louisa逐一同家人擁抱 場面溫慶 到了第二天 幾位特長佳麗在電視城會見傳媒 麥明思就向大家透露 特長那晚做過甚麼 睡覺 爸爸媽媽也準備了一些宵夜 我們家比較不平淡 溫情當然不平淡 但也不是說會有很大的慶祝 因為始終最想念的是 一家人齊齊整整地吃飯 有沒有親友打電話祝福你 我的電話鎮到沒有電了 哈哈哈哈 因為收到很多很多訊息 有很多朋友 很多親友 母親友 全部都發訊息去祝福我 男朋友呢 啊 聊過嗎 男朋友有沒有發訊息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你說誰 哈哈哈哈 很多共 哈哈哈哈 男性的朋友也有很多 對 有說你隱瞞男朋友 哦 那啊 那你們再找找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